Hello,大家好 很難得Amanda,上次的話題真的有個反應很大 今次又另一位專家上來講同一個話題 今次找了,在這個行業,在ADHD中可以說是Expert的 黃醫生,黃玉珍醫生,叫Yunis 可能有朋友在電視上都見過她 因為之前認識她的時候,在大台中某一個節目專門ADHD 而且在她的背景上都很寬闊 除了她本身在美國有疑科醫生執照 另外也有讀大學輔導學的碩士 很特別的是她是ADHD的患者 有什麼人能夠清楚自己是有這個病 我真的不覺得是病 我也要講這個字 所以今天會高興聘請她上來的時間裏面 因為之前在新聞上都說 有些小朋友讀書加上了心急 覺得他們不夠集中 想醫生開一些聰明的ADHD的藥 發現原來有關心了,不是ADHD 竟然有失望這個情況 所以現在就把醫生上來 可以多角度地講一下 還有可能會講一下香港對ADHD的看法是怎樣 慢慢來 首先,ADHD會是怎樣呢? 當然是問一問醫生 首先這幾個terms是怎樣 剛才聽你講了很多中文的詞 不是有些不太正確的嗎? 對,對,對 A stands for attention 即是專注力 D stands for deficit 即是缺乏 其實我認為原本的名字是錯的 應該叫 attention adjustment 即是說你要麼太多專注力 要麼太少 and hyperactivity 即是說過度活躍 不過未必是有過度活躍的 但一個人在大大廈 本來小孩是過度活躍 大大廈就被女邊過度活躍 所以你看不出那個人是過度活躍 除非他經常吞腳 都仍是看到那些磁酸碼跡的 即是這個是基本上的體格 一般人對過度活躍 經常都想著他周圍走才叫做 不會的,不一定的 一般人給他印象 即是是錯的 例如我試過有一個女生 十二歲,肥肥的 因為她的親戚看過我 她是有過度活躍 但她來到時沒有過度活躍 而且好像弱智一樣 好像弱智一樣 好像弱智 即是第二個極端 然後我看看 咦,她只是專注的問題 都是開藥給她吃同一種藥 開藥給她吃 咦,誰知道原來她吃完完之後 醒了 她有一次學校選一些學生去參加某些事情 她竟然會再跟學長說 我都要去,為什麼不選我 考完試之後 她又懂得回家跟媽媽說 今天考過什麼什麼什麼 我又懂什麼什麼不懂 媽媽當時說,蛤? 突然間很不同了 而且她回來覆診的時候 彭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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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你如果喜歡學習,當然會去學習 因為近陣子,我原先想介紹朋友 過來找阿華醫生 我問她先拿了一張照片 想起碼在之前事前做一些步驟 可以做一些檢查,看看檢查有多少分 家長好像醫生所說 她懶惰 她欺負我 她沒有的,已經認識了我 已經連看照片都不看 我想可能一般人的想法 可能有機會這樣 還有我不肯定 一般可能經常都擔心 因為在香港,假設ADHD的人 是要看精神科的 那些人就覺得,小朋友是不是有 精神病 更加有些比較傳統的 抗拒的情況 有機會 現在呢,因為說十年前 當我們成立專注力速進入的時候 沒有什麼人聽過ADHD 以及說去看精神科醫生都很害怕 不過現在的人不是 現在已經開通了很多 我覺得這個也是 多謝傳媒 網媒不停地去宣傳ADHD 所以很多人都聽過 如果你剛才講過的例子 即是說 如果媽媽帶小朋友去見醫生 當醫生說她沒有ADHD 媽媽會失望,會哭 哇,我想 這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我想這個真的到了你的極端 首先,這間學校可能是一些名校 所以家長已經有很多資料 已經知道ADHD不是什麼大件事 也不是什麼精神病 所以她會希望,嘩! 吃藥真的很有效 一吃藥,整個人醒了很多 所以家長很希望她有ADHD 希望找到一個原因 為什麼她成績差了 但是這樣啊 因為小朋友成績差了 不一定是因為有ADHD 因為有很多其他因素 是複雜到無論的 所以,媽媽經常希望有ADHD 因為希望有一個很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是另一個極端的 但是大部分家長都寧願她沒有ADHD 就算老師跟她說 看醫生,看沒有ADHD 家長都說 沒事啊 如果媽媽帶兒子去看 那個老公就說 她就說什麼事? 我以前小時候都是這樣 我現在好弟弟 現在有什麼事? 我們現在先拒絕承認 這個是很正常 所以你剛才說的例子 如果媽媽傷心 說兒子沒有ADHD 這是一些異數 嗯 現在另一個極端的情況 就是要帶小朋友去吃藥 極端的情況 剛剛她的名字叫聰明藥 校士 她的名字只是這樣叫 但是這個部分 不是聰明藥 是不會令她聰明了一點的 不會聰明了的 只不過她好像沉睡的火山 還未發出光輝 她不是聰明了的 怎麼解釋呢 首先要definition 定義 什麼叫專注力先 專注的定義 就應該叫mental effort 譬如你要舉重 舉啞鈴 你就是physical effort 但mental effort 就是這裡要出力 什麼情況之後需要出力 就是當你要做一些重複性的事 你覺得重複是很悶的事 她不喜歡做的 譬如寫生字很重複 譬如做數學 你要寫的那些值得很煩 或者走路 去廁所 吃飯 洗澡都是重複性的 她也不喜歡做的 而且睡覺更加不喜歡 因為睡覺 很不喜歡睡覺 很不甘心 因為她覺得今天還沒玩完 為何要這麼快睡覺 先多點幾個 所以 重複性的行為 就是悶的事情 他們就不喜歡做的 但如果有很重要的說話 又重複性 她不喜歡做你便死定了 不如你學校的功課 這就是文書公司 學校很流行 抄寫、墨書 還好悶的 你知不知道有個學校 老師要一個小孩抄報紙 真可憐 抄報紙 結果小孩怎麼抄什麼 他抄韋康的廣告 很厲害 很創意 然後畫公仔 結果抄很少 她就不喜歡寫字 抄公仔 我聽她 需要mental effort 除了重複性的事情之外 還有比較難的事情 他們就馬上不做 即是會盡量找藉口 借尿頓或其他事情 就不做 媽媽叫她去埋位也不做 甚至說謊沒有功課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說 究竟那小孩有沒有專注力失調的問題 失調就是說 那件事是很重要 但是很悶或者很難的 他就撇開不做的話 即是他受不了 即是等於你舉個啞鈴腳很重 你也舉不到走人 免他 所以一定要明白 那個attention 即專注力的定義是什麼 專注力首先 你要attention with intention 即是說 譬如你認識一個女朋友 認識一個女生 有目標 你想拿她的手提電話號碼 她告訴你的時候 那你有一個intention 去記 去說的時候 如果你也不喜歡那個女生 去主動說電話給你聽 你根本沒有intention去記 於是你就沒有了短期記憶 然後短期記憶 從一身就沒有了 如果你喜歡那個女生 很難得地去說電話給你聽 你有intention去記住她 但是你一定有working memory 在腦海裡 想想 譬如什麼什麼什麼 你將數字之間 搞來搞去 然後整個重複 轉為長期記憶 你當時沒有手機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不能記下 你要用那個六臟的時候 即是說 你要變成working memory 所以這些小朋友 上課聽書的時候 沒有attention 就什麼都沒有 有attention 都是沒有的 因為你短期記憶 回到家 你又不做功課 就雖然 但是你回到家 做功課 就有一點渣拿症 但你又不溫書 也沒有 你等到考試才讀 這麼多東西一齊 就很可憐 所以 不過敢 老實說 我作為ADHD 沒有人夠膽 我和考試中 是最後一分鐘才讀書的 但是短期記憶很work 因為小學和中學 不是很多東西要讀 誰知道去到醫學院 不可以了 每一天的功課都要清 這也是我很想問醫生的 其實我之前找醫生 我都問他這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覺得 為何專注力不足 但又可以考到醫生牌 這是很詭異的事情 因為你喜歡的東西 你就專注力爆棚 所以我不是說專注力失調 第一你要知己知彼 我知道自己 如果每天的課程 時間是很飄忽的 我一定會失敗 所以我本來讀碩士 讀心理學 我知道如果讀博士 我一定會失敗 因為讀博士太多自由 讀博士 你睡到黃早八眼都可以 我看到我們學校的博士生 晚上打牌 打麻將、打通宵 很自由 九年、十年都不能學校的心 沒有 這不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想入醫學院好 八點上課 四點放學 然後在寓博士讀一陣子 又回家 那時候我是順便生寶寶寶 我入醫學院前生一個 醫學院裏邊第二年 最後一年 最後一個月又生多一個 順便生 因為他們自己都會長 很專用順便生 因為在美國 順便生 所以現在自己大 都幾十歲、三十歲 我都說自己會長大 在香港說自己大 是很慘的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那個徵狀令到 除非那件事令你很有興趣 吸引到 否則你會說 你變成很難有一個 所謂自律去讀書 總之是不要逼我讀 你一逼我 就算你逼我 我有興趣我都不讀 有反抗精神 對呀 我們很有種 這也很帥 所以在某程度上 為何說 香港這家小朋友 近二十年開始知道 有ADHD 這件事都好 我朋友是加拿大籍 他都說 他的小朋友快要過去那邊讀 他就應該清理了讀死障礙 第一件事他就說很開心 好啊我可以走了 因為他跟我的官員說 可以走了 我小朋友不適合香港的教育 他跟我說 他可能那邊的教育和香港有點不同 就是說 如果你有些SEN Special Education Need 的小朋友 他會在香港 例如這些類型 只是可能考試一會 時間可以給你多一點理 又或者在分數上可以調整 但其實沒有做到怎樣幫忙 加拿大那邊 就可能會多些 真的會處理他的問題 或者幫到他多一點 所以說走得真的很開心 這是他的反應 結果呢 就走 就走 但是很悲哀 家長覺得那邊會好些 當然除了他是Citizen之外 而不是太拜香港的一個不適 就是不停不停逼 而且某程度上 我想問問醫生 其實是否越來越多 香港的小朋友 是越來越多是ADHD的小朋友 這個數字才會 唉 唉 說起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都已經說多了 說來話長 逢親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大城市 都靈寫多ADHD 你可以想像 在農村社會 有哪些人最怕悶 有哪些人很喜歡冒險 就是ADHD人 這群人已經是一個 只要是擔心了的相片 整群人就走到大城市 所以香港、紐約 總之大城市有很多ADHD 本來你說什麼 我就說這家是不是香港 ADHD的學生人數多了 多了 ADHD的學生是不是多了 不是 而是說發現率高了 本來以前是有的 不過只不過被人 不規律 那些人不懂就等於你天生天養 我也是這樣大 我也是這樣大 我35歲才入醫學院 我留過兩次班 幸好我有ADHD 我就不太記得那些壞事 人家罵我又不太記得 好天真地繼續做自己的事 就是這樣 所以香港的 有些事情想說 發現到 以及是不是過份關注 又是兩回事 不過有些事情想跟我說 ADHD不是有和沒有分別 因為你是懷孕就是有 懷孕就是沒有懷孕 ADHD不是皮膚顏色 是一個程度上 有些情況之下需要吃 有些情況不用吃藥 譬如我當時讀醫學院都沒有吃藥 只不過因為他的課程很平常 而且我已經夠老了 35歲才入醫學院 所以我都遇過很多板 知識定了 於是 好好的讀書 所以不一定要吃藥 但問題就是要天時地利和 特別是父母 如果小孩子還是和父母一起住 如果父母自己本身關係不好 就算小孩子沒有ADHD 都很不行 都很嚴重 因為剛才醫生開了一個題目 就是小孩子還有大型的ADHD 相對地小孩子是多人說的 大人是沒有什麼人去說的 為什麼我認識黃醫生 其實某程度上 我想我是大人的ADHD 為什麼要知道呢 大人才知道 因為我也是讀MASTER 那時候我怕自己 才發現 因為我怕自己賣不了業 剛巧看到一些廣告 說為什麼這麼像 很多東西都很正常 當然有些人覺得搞錯 覺得你是不應該的 你小時候被歸類為頑 我小時候肯定沒有過度活躍 我肯定有的 我的腦是活躍的 因為我搞很多ATIPTIES 又搞灰拉拉隊 但我的人是很穩定的 我是不想打架 亦不喜歡搞別人 女生不會這樣 女生的過度活躍是怎樣 她不會到處動 不會打人 女生的過度活躍就是很多話說的 一其一 所以我喜歡說話 我比較遜 我不會累的 很多事情搞都不會 她們過度活躍是 而且喜歡插人家嘴 但自己說話就不讓人插嘴 大了會收斂 因為你怕著自己忘記說什麼 會的 所以你也有過度活躍 所以為什麼會找她 而且為什麼不需要講這個題目 因為身形的大人的部分是好事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知道 我上網做了很多研究 其實很少支持 但問題就是什麼 剛才你說過 小孩子的原因是 很多時候父母有HT 他不知道 其實有四分之一機會 有四分之一 所以醫生你很有經驗 因為你的小朋友都在這個情況 我都熬過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在講笑 跟身邊朋友聊的時候 聽完我分享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遺疑一下自己有沒有 另外就是 她會重視一點 她會認真一點去處理 而且她會包容更多 而且可以將她變成笑料 很多笑料 可以輕鬆地處理 因為其中 外國的本書 是關於分心不是我的錯 那個作者 他一來都是ADHD20 他也是心理學家 他也講的一個例子就是 類似剛才你說過 有很多程度 像我們近視一樣 其實你不可以說 一個人近視是病 或者是醉 沒有的 沒有的 這個是漂亮的 就是你不可以說他病 或者是不可以醉 但是你不可能 有一個近視的人 是射靶 有紅心的 他要戴回適當眼鏡 就像這些 要表證 要學習某些技術 例如我明知的情況 你要好好處理 變成這個落差尾 是這麼寬闊 很多香港人會了解 或者有很多父母沒有了解 就出了這個落差 或者有些父母自己也不太承認自己有 又或者小朋友 總之搞了很多事情 變成這個落差是大人的 不要搞他了 我們先知道 現在小孩可能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的家長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二來就是知道 他又不知怎樣處理 學校又不知怎樣處理 才有這樣的情況 你找你的患者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我說得太快 你告訴我 我看見你看著我兒子 很努力的 我很努力的 專心聽你說話 對 我喜歡說話 對 你很多時候 現在都遇到學童的情況 也有這個情況 父母可能也有 然後有小孩自己 也很難處理 當然是 不過我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 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剛才有些事未說完 你先說錯 你沒想到我 mental effect這麼好 還記得 我剛才說 專注力這個問題是個Spectrum 好像皮膚顏色一樣 所以再說回頭 你說有一個媽媽 就說他的兒子成績差了 希望有ADG 希望吃藥可以改進 醫生就說他沒有ADG 我覺得這個案例 是要重頭去檢視 就是說他什麼情況之下 專注力不好 什麼情況之下 專注力很好 既然他是個Spectrum 你是不能夠斷地 一個是沒有 以為有 所以 譬如說他去年成績很好 今年是很差的 是不是因為老師不同了 是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通常ADG 正常IQ的人 就是說一般的IQ 如果通常到小學三年級 或者四年級 因為academically more demanding 越來越要求高的時候 小孩子的ADG 就不可以吃老本 不可以靠一些聰明去搞 變成了如果有ADG 人到小三小四 就開始露了真相 出來了 他的成績開始差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hint 但是如果小孩子很聰明的話 IQ很高的 通常到中一中二才開始差 但是如果你問他究竟這個隱仔 他是否一個聰明人 要看小一小二的成績才行 你是不是 小一小四成績好 考第一考第二 誰知道小三開始 小四開始 我就小三留班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媽媽無緣無故 將我送到一間名校的小學 留班 我中一留班 也不關我準時的 因為我中一是由中學的小學 升到英文的中一 這個背景 其實你也有很大的感受 就是正常學校 又轉到英文的中學 又轉到名校 什麼都試勻 這個情況 還有一件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這個人 本來是一個鄉村地方讀書的人 突然去到大城市 很慘 那些壓力很大 如果有個家庭成員 如果有精神分裂症 就要小心 哇 很容易有 是很快的 因為剛才醫生說 ADHD不只是單一的部分 我也想分享 在這個過程 因為我找他之前 也有看過 現在正常你會找精神科醫生 純粹是單向地 即是給藥去處理 但黃醫生是比較寬闊的 因為整體性 你跟我賣廣告嗎 我沒有心 是解釋清楚分別在哪裏 我沒有心的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 為什麼會認同的原因 就是這是生活的問題 正正在說 我要打個眼鏡 我才會有些技術去處理 而且我遇到很多個問題 是問人 人家會覺得你很奇怪 那你不敢問 問誰 身邊的人 或者我老公 不過我告訴你 我的反應是ADHD的反應 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已經有身體準備 你不要怪我 而且有些晚的 我已經不敢再晚了 即是時間太晚了 即是太晚了 所以她平常睡覺 所以她已經有些很努力 跟大家分享 不過我吃了一天 我知道 你們先問一下 剛才說的 什麼時候 一個小時 小公子 沒有問題 繼續 現在說的是什麼 其實人是完整的 某程度上 黃醫生會在心理上 被了解會比較多 因為他們只吃藥 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我讀MASTER的時候 我吃藥 但是我在最後那一年 即交論文那一年 其實我是沒有吃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呢 你先吃什麼藥 我不會記得名字 總之是貴那隻 貴那隻 多少MG 什麼顏色 你們不要問我 你什麼情況 我什麼情況 我都是浪費的 選擇 白色 白色 你吃白色就行了 Anyway不要緊 問題是什麼 純粹是藥的部分 我日常生活沒有變 所以其實是不覺得有很大的轉變 但問題就是 再跟黃醫生溝通的時候 他調查我家宅 三代 三代 很仔細 我覺得正常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某程度上 你可能還有一些不同類型的隱藏 大家都是大腦的問題 其實ADHD都是大腦的問題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會不會有些遺傳 還有又不知道會不會爆發 另外的精神分裂 很多東西 很有趣 他開頭是完全不會給藥 查我家宅 問了很久 我覺得是負責的行為 還有很實在就是 他會很了解 日常生活的圖案是什麼 這件事是沒有的 醫生他不會發 一來沒有長時間 二來其實他會很了解 你不會有一個獨特的圖案 變成是幫助我們 去設立一個習慣 某程度上 剛才醫生說過 很多時候專注力的人 是專注力在某些不喜歡的地方 但他們都很專注很厲害 例如愛因斯坦 我知道 譬如真凡通的老闆 都是專注力的 就算我MC這行 心理也是 不是做不到 只不過是說 在某些部分裏面 要很重的 這件事就是 我發現 為什麼醫生單向沒有處理呢 變成黃醫生這個 這麼寬闊的模式 當然除了我自己知道 有些新的朋友 覺得他不太對勁 或者可能他們 自己未必經濟能力處理 我分享了一點點之後 他們有一點點好處 因為他不能夠用藥物 但他的行動也有轉變 所以剛才我說 阿黃醫生的分別就是 我不肯定 香港是否大部分 如果純粹是醫生的 就會只是開藥處理了 他的大腦部份 這些物質不足夠 但行動相對會少 要拆開再找一個心理的 或者一個心理醫生 或者一個心理的監察去處理 你是兩架的 其實我覺得精神科醫生的訓練 是很難得的 還有香港的社會資源也很少 我認為精神科醫生應該是受保護動物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一個這麼密集的城市 其實很多人有情緒的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精神科醫生幫忙 因為他們的訓練是非常好的 但問題就是說 這麼少醫生 有這麼多病人 怎麼辦呢 他唯有做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開藥的部分 至於其他部分 他就會給了心理學家 或者社工去幫忙做 但是這裡有一個弊端 就是說中間會是 就是溝通方面 譬如精神科醫生 和心理醫生 和社工的溝通可能會有落差 有落差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精神科醫生 整個案例的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社會問題 不過我自己 在私人學習 我喜歡用這麼多時間 對著病人 一天只能看幾個症 正所謂 我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和完美主義者 我認為一個症 應該是這樣做才完美 於是我就慢慢學習 於是我就建立了一套方法 去分析三代家族 我發覺這個做法是非常之有效的 即是可以將整個家庭的dynamics 互動的關係 就可以很快去糾正過來 於是不只是小朋友進步 而是整個家人都很開心 再加上因為有科研究證明了 如果這一代的問題不解決 是會一直傳到下一代 再下一代 三代 所以我答應了自己 任何人來到我這裏 這一代就 有什麼問題 拆掉它 拆炸彈 拆到之後不只是希望 保住他們的婚姻 以及保住一個好的成長 即是環境 所以最近我也有開個會 就說 什麼因素令到一個人的生命 是長命一些呢 原來是一個叫做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最重要的 比你吃不吃煙 飲不飲酒 那些 哈佛那個研究 真的差了幾年 厲害的 原來這個social 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一個家庭裏面的凝聚力 如果是好的話 即是互相支援好的話 就會保護到大家 可以說 差不多是買了保險 但如果家庭的dynamics 是不好的話 唉 那就糟了 因為如果情緒不好 就會引起這個 毛澤東說的 大海的抗陀手 這個是陀手 如果你不理這個陀手 然後身體就會產生很多中介物質 於是就產生很多不同的內科病 譬如什麼癌症 自體免疫那些病 所以但目前來說 真是對不起收醫西醫 我認為西醫都是頭痛醫頭 即是心臟看心臟醫生 什麼就是看這些 其實我覺得 歸根到底要看這裏 精神健康 我不是特地幫黃醫生賣廣告 因為之前我也喜歡這個研究 去看很多外國關於ADHD 或者關於腦的東西 某程度上 很多的時間裏面 就是這些部分 沒有處理到 因為他有很多情緒等等的事情 還有就是看外國的很多研究 因為剛才發現ADHD是很有趣的 正如醫生說 他們很容易死亡 無緣無故死亡 容易死亡 撞車 結錯婚 投資投錯了 未結婚就生了兒子 結果發覺養不到 就送給別人 那就是決策 就是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很可憐 總之你把這些東西 變成一些笑料 你就不會那麼傷心 因為之前 在電影 笑不出來 但當笑了會比較開心 這樣會比較容易 即過 好像今天有個個案 跟我說 說得都哭了 我一邊聽到 一邊大笑 我覺得 我又 我好像前後 一邊儲了很多有趣的案例 又多個案例 因為這個 我想為什麼 有興趣去了解 剛才說過 有很多 又會被結錯婚 又或者可能他死了 其實在外國是一個很高的城市的成本 即是當中他們要花很多錢 但是香港就沒有這樣的 沒有統計的 你上次找張超雄議員 他不理你 那一年 誰 你不是有一年張超雄議員 去到你的AGM 然後他不理你 他做不到事 其實也不是他的問題 其實整個 其實都需要很多的資訊 你的細度本身不配合這個 沒有人去留意數據 我也有問過 跟香港的肌肉 有聯絡的醫生 問他們 我們可不可以去監獄做一些調查研究呢 就是調查 監犯有多少有ADG呢 或者是吸毒 吸毒 或者是瘀酒 那些 但是香港現在練一個statistics 即是說香港一般的成年人 那個發生率有多少 都還未做到 如果你有 譬如香港的發生率是高的 譬如美國是4.4% 如果香港假如是6%的話 那你就有一個標準去量度 因為我根據理論 我估計 譬如做地產的 做保險的 總之入行很容易的 入職容易的 那些應該是ADG的率是高了的 所以就可以 或者是做演藝界的 那些也是 那變成有這個數據的時候 那變成也會令到某個行業 譬如獻疏的 那它就會是 因為有些同事 他們很多年經驗的 那你想推走它 又不行的 有可惜 但是零射有些重要關頭 它是脫漏的 那你很激氣的 是吧 或者是一些設計師 他們很聰明 很聰明 但是經常交不了課 那這一點呢 那如果你是知道了 它有ADG 那處理了它 要專注於如何幫它 咦 那你就不用解僱這個人 節省了很多人的資源 還有ADHD那類的人 是經常倒轉 它有創意和有危險精神 那這個世界都很需要這些人 那只不過相對地 通常會不出現 或者肯定 你管不了 那我今天有一個案子 那這對男女就想結婚 誰知道那男生就常常改時間 常常改時間 他已經預約了時間 他就說不行要改 改了三四次 然後女家的媽媽就說 他有沒有誠意 然後終於註冊了 然後就擺酒 擺酒 擺酒前幾天 但是那個老公說 還是不行了 我媽媽不贊成我去結婚 cancel她 是我的樣子 但是本身她是患者 男那個是患者 男那個是患者 對 是不是算嚴重呢 因為其實有分錢 很明顯我都是淺淺的 我就是哈哈哈哈大笑 有多嚴重呢 因為我還有些個案子 有一個男人有錢 那她呢 逢她去什麼地方都會放下精子 都會生大 嘩 好像有奔放 那她的老婆就慘了 有一次她的老婆帶個小孩來 她就說這個兒子其實不是我生的 是我老公在某個地方和一個人生 但是那個可憐的兒子沒有什麼人臭 所以她帶他回香港給我臭 那她就覺得是家中臭事 我說不是臭事啊 有什麼臭事呢 A.D.A.G.的人去這裏是甩的嘛 他見到什麼就做什麼 那他都算很有責任感 把兒子帶回你臭 兒子都是天真無邪的 有什麼 千萬不要歧視他 不是小朋友的錯 平常上有些人可以給自己一個藉口 這是一個很大的藉口 很誇張 A.D.G.人其實他們很喜歡 就是很容易上癮 上癮呢 很容易被這些東西吸引到的 很容易 總之他喜歡的東西就會很上癮 因為他們的興奮中書 是缺少了多巴胺的 沒有了所謂的自制力 他很容易上癮 Depend上他想什麼人 有些是賭錢 有些是女人 有些是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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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所謂的 女人通常是 Stage 1 只是最初級的 不是 就是Romantic Love 有四個階段 他只是玩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是生理性的 是病理性的 就是好像用了Cocaine 你有沒有試過Fall in Love 你有沒有試過Fall in Love 有沒有試過 嫁了 我不知道 我不管有沒有嫁了 你嫁了都沒有試過 Fall in Love 技師 就是說不用吃不用睡 一尾就想著那個人 真的好像 興奮狀態 沒有興趣吃東西 茶飯不思 那些是addicted 那些是Stage 1的Romantic Love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從來沒有經歷過Stage 1 有些人從來沒有經歷過 就是說 時候到月結婚 就是這樣 沒經歷過 誰知道結婚之後 才經歷一個真正的戀愛 那就倒閉了 是不是 但不要緊 我現在要言歸正轉 就是說 ADHG人 如果喜歡玩女人 那些 通常就是Stage 1 Stage 1完了 到Stage 2 然後就突然間那種興奮狀態 新鮮感沒有了 於是就 Stop Bye Bye 接著就找另一個 他不是特地找的 他是很容易就已經熱情澎湃 我還說真的當作一個動物 正常的動物 可能找這個完之後 他要散播他的精子 剛才你說的 是自然的生理的反應 我意思是說 當你對ADHG人 你不是說你要放縱 你的DateHG也好 你到處散播一些精子 都不是這樣的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 不是我們 就是身邊的人 通常都是受害者 都是victim 譬如說老公有第三者 有另一個女人 那這個老婆怎麼辦呢 我就說 淡淡定有錢證 坐在那裡 叫她老公吃藥 不要離婚 不要離婚 你立即向後退 檢討一下 我們婚姻是不是出了問題 於是 快點修補一下婚姻 好了 當你修補了婚姻之後 老公開始覺得 咦 家庭有點溫暖了 還是正常來說 那邊很快已經turn off了 多點留在家 但第三者就經常說 你還不離婚 還不離婚 還不離婚 他就 然後那個女人 第三者就開始 露出真面目了 OK 是不是很棒呢 由這個角度去看 感情關係 露出真面目了 然後那個老公說 咦 這樣就不要離婚 回到老婆 即是病理分析的角度 看男女關係 挺有趣的 所以 通常第一個階段的 是六個月而已 最長到兩年 因為你身體的 病理分析的東西 已經全空了 所以 所以 如果你的老公有癌 就單單定 單單定 這個方法去解釋很可愛 總之 就要不要罵他 你越罵他越走 你立即回頭檢討 我也有錯 因為 我當然不是 普通的男士都要 全人女都要 全人看 所以 總之 老公的外遇 你就不要罵老公 說他不對 你要檢討自己 有什麼問題 這樣 如果你是很複雜 老公都覺得 做不到男人 外面有個 少女依人 覺得自己很男人 你就檢討一下 你是不是女人 太男人 雖然就是 黃衛生這個好處 他自己也有心理學輔導的實戰 所以很有方法 所以很有方法 連這個都可以依蠻 不是 很重要 不關我教育的背景 而是 我有這麼少老 很重要的 我65歲了 經驗問題 還有做人有修圍 要經常想 經常檢討 然後 有些個案來 就不停想 所以我覺得 老實說 有很多家庭 都是有婚學情的 有幾期 最重要是 你要正確處理 好 我不是說不贊成離婚的 離不離婚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溝通得好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些問題的時間裏面 真的認真想想 首先 是不是在病理上 或者可能有 這方面的問題 起碼你生氣少一點 例如例如 例如 有些夫婦來到老婆 知道老婆的ADG 立刻 原諒了她 我都公平已經對我好包容 立刻分了關係好 但有些已經離婚了 才離婚 太可惜了 不過有些離婚 又再結婚 是好事 但會不會惡性循環又重複過 不會的 因為你做人的事 學習就像上樓梯一樣 即是交了學費 沒有理由滾下去 她真的累積到經驗才行 有經驗 但如果好像老婆 間不下會轉移 沒有幫助 如果你知道的案子 她應該都會用藥物去控制 應該都沒有那麼失控 這隻藥好賣 因為要做一個 對 所有老婆都會買 也不是這個問題 又不是完全 要真的老公有這個情況才行 老公是用這個藥物借口的 不是 因為很多大人 其實不是真的需要吃藥 為什麼呢 很多大人 他們已經撞了很多板 所以在經驗的累積之中 已經是自動矯正了 我想大人 剛才說的 小孩子ADHD和大人ADHD 小孩子ADHD 最難去處理的就是讀書 即是他們直接讀書 沒有那麼多破壞性的東西 因為頂籠都是後資 任務有限 就是讀好處 小孩子犯的菜是小錯 大人犯的菜是大錯 還有很多小孩子ADHD 某程度上去到某個歲數 應該會沒有ADHD 你想 就是這樣說 不是的 看書這樣說 原來輸錯了 原來輸錯了 因為以前的人真的以為 大大客就沒有ADHD 不過他們是外在的過度活躍 收了裏邊的過度活躍 不會大大沒有 我們還是在用有還是沒有ADHD 其實這個詞語都是不對的 不準確的 程度上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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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想面對這件事 這麼小事呢 他們比較活躍 他們很可愛 這些叫文字未開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這個節目 讓人家文字開一點 這個很重要的 起碼第一件事要承認有些人的存在 你不去承認不去正視的話 你永遠無法開知的真正 有些人數學英文差一點 你不可以說他不正常 不可以說他有病的 是不是 因為教育制度每樣都要認識一點 天分人人不同 你沒理由教條魚去爬樹 所以醫生為何你可以說這個不是病 因為要吃藥 媽媽為何不是病 譬如你喜歡說什麼都好 但這個藥其實是幫你多巴胺 用到自己的多巴胺 facility 回你 你不要說你近視是病 他一落後 將那些人陷入抹了不當的存在 現在叫文字開了 還有很多家長 都還很萌失的 可以這麼說 見到那些小朋友 特別引人注意的動作 影團體照不專心 那些情況的話 他就不上心 不覺得那些小朋友要接受那個檢查 是不是還有這種現象 你會怎樣跟家長說這件事 我現在跟家長說 若果你的老師說你的孩子在學校成績不好 要看醫生 其實你應該這樣想的 就是我的小朋友應該很聰明 不過是表達不到出來的 如果看到醫生有東西幫到他 令到他表達到他的聰明才智 一而成績好了 當然去做啦 這麼好處的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著 我兒子沒有病 你才有病 我不會帶我兒子去看精神科醫生 那些家長有很多很多的阻力 第一是要很神秘 不要讓家人知道 心理上的阻力呢 不要讓婆婆知道 親戚人一定不行 尤其是中國大陸 他們更加是Tabu 所以ADHG的小朋友的媽媽和爸爸 他們很大壓力 第一要好好守秘密 不要讓人知道 小朋友也是 小朋友吃藥不要讓人知道 也不敢告訴小朋友你吃藥是什麼事 就告訴你吃維他命 那些小朋友因為家庭有太多秘密 是不好的 是令他們精神健康差的 那些小朋友反而是一種病態 小朋友不盡理 是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這件事有偏見的時候 就很可憐 你本來是最好的時間 介入的時間 是介入,診斷 最好是八、九歲 那個窗口很窄 剛剛小三、小四 學校的功課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時候他又開始懂事 這個腦袋相對來說比較成熟 那時候你教 即是跟他給藥吃 你講什麼他就收什麼 你教什麼他就學什麼 很爽 那時候那麼早就開始有吃藥的話 他基本上他已經可以懂得建立自己學習的習慣 如果十幾十歲才見醫生 他已經是建立了很多壞習慣 而且不單止是做功課的壞習慣 而是思想的壞習慣 譬如說 要摘下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要扮演的 要扮演的 要扮演自己是厲害的 但是通常他的成績差都會有成績差的朋友 然後呢 很慘的 但是我現在十七八歲的人來看我的時候 唯一的一個因素是容易受藥物幫助 就是當這個人和父母關係好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很容易觸發的 這個是非醫學因素來的 社會因素來的 很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這麼久以來的經驗 如果那個媽媽很扯的 經常嘢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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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關係很緊張 負面情緒就很嚴重 對 因為他這個年紀很需要父母的支持 如果媽媽太過照顧他 什麼都幫他做完 你什麼都幫他做完 其實 他挫敗感很重 其實那個訊息告訴你 你不行 你不行 所以我什麼都幫你做完 那些孩子就很討厭 那些孩子很討厭 那些媽媽就要忍受 還要扮弱者 就是說 哎呦我真的不刺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這些事情 他又有覺得 我幫到手 就是要在你們關係還沒差之前 你又不是叫他幫忙 如果你的關係已經差了 兒子就說 你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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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係很重要 對 所以我都說 家庭裡的溝通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 那你知不知道 譬如說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道 不是馬雲那一隻 那一個故事 就是說 那些 robbers 偷搶了很多金銀珠寶 然後放在山洞裡 然後放在大石上 擋著它 有一個 passcode 就是 你認識個 什麼 紫馬開門 對呀 紫馬開門 按大石自動 但你不認識的 passcode 你用盡力 叫都叫不到 所以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這句 passcode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麼寬闊 很複雜 這個 如果你看這麼久的影片 這個就是一個pearl 就是錦囊 賣啊 關子 賣這麼久 好像來看 我現在開始說 就是 溝通的 打開門 第一步 就是validation 他的feelings OK 因為我們的腦 是分開兩種的 一個是neal cortex 一個是ancient brain ancient brain 是情緒的 而我們做很多大決定 是基於我們古老的brain 情緒的影響很大 情緒是決定了很多大決定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溝通的時候 你首先認同對方的感受師 千萬不要講道理 如果你跟他說道理 你invalidate了他的feeling 等於你invalidate了這個人 他已經不會理睬你了 如果再衰多前寵 你還批評他什麼什麼 你說你當然了 你這樣做不到就失敗了 我這樣做才行 你就死定了 他一定不會聽你說的 而且很生氣你 如果你是 譬如你是很不開心的 那我invalidate你的feeling 我就 嗯 嗯 我感受到你好像不太開心 你真好 你感受到我 這樣 講到一個很過癮的話題 就是說 溝通 互信要建立的時候 剛剛說的有一個 有巧妙的地方 你剛剛說的這個比喻 是 比如 就是validation of your feelings 就是對方的感受 對啦 但是問題就是很難做到的 你雖然知道了一個感浪 你做不到的 這個magic password很重要的 因為你是人 他也是人 大家都是人 鎖死在自己的情緒 火都離開的時候 你怎能夠很neutral 可能很理性地和他溝通 你不能夠溝通到對方的feeling 對嗎 所以這個叫做 秘笈 這個秘笈 我們要另一集 很重要 很詳細要講 這個我留待 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 只能說是一個普通的疑科醫生 鄧德嘉廷醫生 我都不是疑科醫生 是美國的疑科醫生 總之我是不知道什麼的醫生 總之我是普通醫生 普通的爆炸醫生 但是情況就是 香港的ADHD很有趣 譬如有些學生 如果需要給政府 或同學交代 他們可以找一個精神科醫生 寫報告之類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香港現在ADHD 不是可以叫market 現況 譬如我知道每年都很認真地 都會去美國 去做一些交流 深掃 還會很好 把資訊帶回香港 譬如之前有八卦過AGM 譬如說一些打機的東西 他們有很多美國的數據 拿回來 給業界 醫生 或者心理學家等等 去分享 這個其實是很專門的 但是 為什麼香港的制度上 會是怎樣 反過來 因為你會清楚 我們又不太清楚 這件事 一處香 一處泥 一處泥 你去到哪裡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我覺得這些是很明白的 你是這樣做 那我就覺得 醫生病人之間是講緣分的 有緣就見到 沒有緣就沒有問題 就算你來到我 我發現胎尾不適合 時辰未到 我都可以說 翌日先 不用今天來 香港的情況 但是制度 就是比較不同 因為香港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制度 不是說很完善 因為香港以前都是殖民地 而醫療的供應 供應 供應 都是指指的 就是防禦 不是做得很好 是應急的 應急 所以 就是死人想樓 那些才會理解 甚至乎 以前做IQ測試 就是說 那個小孩弱智才會幫你做 如果你是知休 他不會幫你做 這是以前的事 因為 我現在其實都幾老了 所以說真的 可能都是以前的歷史 可能現在已經進步了 現在你付錢 很想檢查自己的兒子 是不是知休就可以了 如果我沒有記取 他看到很多公司都做 你付錢就可以了 你付錢就可以了 但是你用公營的服務 就不是了 那香港這個 不可以說太多 不如說美國那邊 譬如說ADSD的歷史會是怎樣 譬如說美國的人 最早發現了這件事 其他的地方 都不是的 17多年的時候 是一個無意中的發現 就是說 小孩會穿得很厲害 然後醫生無意中給他吃 真的成功了 這是一個英文的詞 即是無意中發現了 正正因為無意中發現 但他又是下了這個 category 叫做興奮劑 所以醫生一直以來 美國全世界都是 那些醫生開興奮劑 都很害怕 這麼弱 因為他跟進行奮劑 是同一類的 又怕他吃了會上癮 壞腦等等 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 美國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做了很大型的研究 他就 recruit 了579 個學生 7至9歲的 在不同的 center 做了一個 非常之一流的 research 他就分開四組 這群人是 double blind 的 即是說一組人只吃Ritalin 一組人是Ritalin加行為治療 一組人是吃Placebo 即是麵粉造的藥 另一組是普普通通 即是你見普通醫生 14個月之後 發覺第一、第二組是非常明顯的進步 這樣的情況 由1999年這個result出來之後 就奠定了所有ADHD確診的 都一定是吃日行先的 就是clinically proof的了 已經是無用置疑的了 但是這個research之前 很多醫生都不太敢開 先去行為治療 但1999也不是很遠期的事 是很近期的事 因為我當時受訓的時候 都沒有教我們ADHD 我只不過在香港做practice practice的時候 有些人就知道 你是醫科醫生 又是心理學的 於是他們就給了很多ADHD case 糟了 我也不太認識 於是我要逼自己去外國開會 而事實上 由1999年到現在 已經關於ADHD和有關的藥物的研究 數量之多 是醫學史上數一數二的 但是很可惜 我覺得全世界 醫療的報告 真的沒有好好把這些研究 好好傳出去給大家 所以到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很害怕吃這些藥物 所以文字還未開 所以我有一時 我有一時都希望自己轉行 做medical reporter 但那些專業的權威的期刊 都沒有acknowledge這件事嗎 沒有理由的 有 但是不是葛柱鄉村葛柱 葛柱 普通人會看這些藥物 尤其是做官的不會看 哎呀不要說這些正義 哈哈哈哈 遊踩界 你很煩 我都不識官那些人 不是 而是要有事做的話 出聲 因為這個市場 真的會越來越大 或者可能很多的情況 例如小孩 大人也好 被確診 或者大家知道這件事 相對會多些 如果不去處理 其實都是社會問題 離婚 社會成本是很大的 你說得很對 因為美國都做了社會的成本 即是你如果一個人 他不看醫生 untreated的話 他付出代價 不是只有小孩 就是父母 例如他媽媽不做工 周圍的人都會受害 不上班 為了在家裡 要看著他做功課 那就少了收入 還有很多很多 例如你坐牢 都是用了社會很多資源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 跟立法會議員 跟他們講這些 就講錢 講錢 即是說這個社會 其實 付出了多少代價 你要做 我想想想 最重要是證據確鑿 因為張超雄 梁月忠 他們都在做 角度不同 他是從社福界的角度去做 你不是從財經的角度去做 好啊 不是另一條線 不是真的 因為我都在講 某程度上 多多少少 我們所說的 寬度的問題 有多有少 有些很嚴重 也會很大問題 但是有些 就算不是很嚴重 也會影響身邊的人 或者職場上面 老闆你要請一個人 你不是罵他 他有多麼不準時 多麼不執行 你是否應該擺錯了人 你變成老闆又生氣 如果員工 自己可能很不知道自己 可能又沒有信心 又不開心 其實我有想過去大公司 教育那些人 即是員工 我有想過 但他們很忙 不過我就打算算鬼數 暫時未到那一部 即是拍影片就可以了 暫時未到那一部 因為他們可能那群HR 自己還有其他東西看 因為香港那些 大部份的尺寸偏小 他們不會有這樣的精神 和人力物力去應付這些事情 所以香港的Social Change 大部份時間 都是由大企業帶頭 或是政府帶頭 他們首先明白一件事 這麼大的機構裡面 即少成多的成本 他們是受不了的 所以通常都是這樣 例如說 市產價 勞工福利 你這麼有興趣 其實真的是這樣來 我給你講一堂書 給你聽 我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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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有很多 我的PowerPoint 有個案子很重要 因為今天 如果在九龍灣那邊 其實我有帶電視 下次找醫生 可能會有些影片 或者PowerPoint部分 容易些 可以讓觀眾知道 即是正如說 你以前香港的思維模式 就是頭中醫頭 腳中醫腳 但現在開始的思維模式 就是所謂Preventive 的Treatment 花錢少很多 這樣就叫做 步入第一世界國家 起碼正常一點 我們一向是第三世界 心理上 很落後 我們是第三世界 但當然 以觀眾來說 起碼先告別人 起碼先了解 這件事 如果你有懷疑的話 你先上網做些基本test 是的 以免對別人才行 adhd.hk 可以檢查一下基本 如果身邊的朋友 如果身邊的朋友 例如伴侶 或者員工 等等 可能會不會 這個思維 起碼停一停想想想 即不是一定是老公的 停一停想想想 可能身邊的同事 或者朋友 會不會都有相關的症狀 有的 其實你包容力高了 其他少緣就算了 我最後一件事 如果你身邊的人 經常說謊 都是一個症狀 哇 addicted to lies 不是 因為說謊的人 他們沒有 mental effort 去處理說真話之後 不知如何處理 於是 就小聲說謊 但他們的謊言 很容易被刺穿 即是比較低層次的謊言 基本上 不懂得說得太厲害 因為說謊是需要很厲害的記憶 你要記住自己 你要記住自己 要記住自己 要記住自己 對呀 你要記住自己 但是addicted to lies 很喜歡說謊言 但又不記得 於是兩件事被刺穿了 這是其中一個症狀 第二個症狀 第二個症狀 就是不懂得說謊言 例如別人問你借錢 第一 addicted to lies 很怕跟自己說謊言 因為自信心不太好 所以如果我向你請求你什麼 或者請你去哪裡 你說no 我立刻覺得 這樣 所以如果別人向我提出一件要求 或什麼都好 我一定會說yes 那後果就很糟糕了 很糟糕了 因為他驗威了很多trouble 譬如說我搬屋 你幫我忙 很糟糕了 我沒有錢 你借費用來 不是 即是不懂得說謊言 這是因為自信心不足 但要懂得說謊言的人 需要mental effort 去好好地說謊言 都是一種專注力 gracefully 令到不單止你說謊言 別人更會尊重你 嗯嗯嗯嗯嗯 我這些真是很high level 很多事情講 說真的要說ADHD 實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 所以我又想過 一個weekly的節目 就只是說ADHD 因為你一直會說很多很多很多 很可愛的事情 很過人 說真的 我們現在是時候下午 一個小時 即是有個初步taste 一個小時我覺得也太久了 有ADHD 說真的 因為已經認識得很累 夜深 我看出你的 不明白 看出你的 但無論如何 至少今天我們有機會溝通 有機會有一個話題 但是很重要 不打發相識 很重要 放心我經常放下他給別人 麻煩你交給他幫你處理 OK 今天晚上差不多 一個小時或時間 將來希望可以繼續請王宜先生 來講講ADHD 或相關有趣的話題 希望大家了解多些 希望辛苦得更加好些 Sure Bye Bye